隨著來說酒是 拉近人與人之間一個很好的媒介 喜歡跟朋友喝酒 我不是喜歡把自己喝得亂醉 我喜歡大家喝到微醺後 把自己心裡真的話講出來 然後流露出真正的感情 回台東的時候都發現沒有自己喜歡的酒吧 所以才有這個念頭 我要回來台東自己開一個自己喜歡的酒吧 那時候半夜剛好有個朋友提到說 我們要不要起來開個酒吧 所以沒有多加考慮 隔天馬上就把原本的工作辭掉了 跑去一間酒吧應徵當了學徒 就這樣做起來了 從小又不喜歡經歷於別人 想當一個發心嘴的人不是理心嘴的人 很相信我直覺 想做什麼 想到了就馬上去做 開店啊 刺青啊 像做鼻子的話也是 那時候半夜我剛好在玩一個換臉的APP 我跟一個男明星換臉 然後換完之後發現自己的鼻子 怎麼那麼塌 然後就馬上隔天馬上諮詢 然後馬上約 手術時間 然後馬上動刀 就整個過程花不到五天 然後就把我鼻子用好了 有人會問我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太衝動 我覺得自己成果喜歡就好 我才剛開沒多久的時候 就剛好遇到疫情了 開店原本就是我的夢想 那都還沒證明給別人看 如果就把店收掉的話 只會讓別人笑話而已 所以就是一個原因讓我一直撐下去 我希望說可以康貝這個品牌把它做大 編輯很多縣市 我到每個縣市都有自己的酒吧 自己的一個家 然後再講現實層面一點的話 雖然這聽起來比較俗氣 可是就是因為小時候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太好 才會造成家庭會適合 那我希望自己累積一下自己的實力 讓自己的爸媽還有以後的小孩 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 幸福一點的家庭這樣 好! 感谢观看